这期呢为大家分享一道我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炒饭 甲鱼炒饭 这道菜起源于一位顾客把每吃完的红烧甲鱼 拿回厨房间加上这个米饭 重新的加工一下 炒出来的效果呢味道特别的不错 然后再经我们改良做出来的这道甲鱼炒饭 顾客非常的认可 今天呢来到了个大厨唐光燦的四处馆 在这里呢为大家做这道甲鱼炒饭 爱美食爱生活 大家好 我是住处大山 这次买的这两只甲鱼呢 我们当地的叫法叫肥塘鳖 市场价呢是40块钱一斤 它属于这个半野生的甲鱼 买的时候呢让这个摊主呢来宰杀这个甲鱼 肥来之后呢清洗干净 直接加入这个开水进行烫皮 这个水的量呢一定要多 让这个甲鱼呢完全的浸泡在这个开水当中 烫甲鱼的时间呢大概16-17秒钟 如果说烫的时间长呢 这个甲鱼的皮不好接 全部粘在这个甲鱼壳上面 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大家要控制好 烫好之后呢用手搓这个甲鱼壳 甲鱼壳上面的皮呢很轻松的搓掉 用手一接呢就可以了 烫的时间太久的话 这层皮呢就钉在这个甲鱼壳上面 非常的难去除 所以说呢在烫的时候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 翻过来呢再把这个甲鱼壳的肚底的这层皮呢全部的接掉 甲鱼的四个爪子 还有这个脖子上面的皮呢一定要全部的去除干净 这层皮呢很新 而且呢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所以说把它全部的去除干净扔掉 接下来呢再用这个剪刀呢 把甲鱼壳内的这层油脂呢 黄色的油脂把它去除掉 这层黄色的油脂呢非常的新 所以说呢一定要去除干净 甲鱼呢不论是红烧还是炖汤还是炒 都要把这层油脂去除干净 接下来呢开始分割甲鱼 先把这个甲鱼的头呢把它取下来 再把甲鱼壳分割下来 这个甲鱼壳呢要用完整的不要把它剁碎 这个是甲鱼的小尾巴 把它分割下来扔掉 剩下的甲鱼呢 我们把它分割成四五块 或者是五六块呢都可以 等一下呢甲鱼加工好之后呢 还要去骨拆肉 所以说呢甲鱼的块不要剁得太小 下面呢开始点火起锅 锅内加入适量的水 首先呢先把这个甲鱼焯水 锅内呢添入适量的水 把分割好的甲鱼呢焯水 焯水呢一定要凉水下锅 凉水下锅呢可以去除甲鱼的血水 用开水烫的话 这个血水呢全部存在这个肉里面出不来 往锅中呢加入一丢丢料酒 这样可以去除这个甲鱼的腥味 随着锅中的水温呢不断的升高 直到烧开 表面呢会先做一层浮沫 用勺子呢把这层浮沫全部的打掉 浮沫呢全部打干净之后呢 把这个甲鱼倒出 用那个干净的清水呢 把这个甲鱼的冲洗一遍 把甲鱼表面残留的浮沫呢 把它全部的洗掉 接下来呢开始烧甲鱼 首先呢先把锅润一下 锅烧热之后锅内放入适量的清油 把这个锅呢充分的润一下锅 这样子做呢在烧甲鱼的时候呢 甲鱼不会粘锅 接下来呢再往锅内加入适量的猪油 这个是菜籽油 最后呢再加入这个豆油 加入这个三种油呢 烧出来的甲鱼呢颜色好看 又香又浓 油烧热之后呢加入大蒜子 生姜和大葱 把锅里的葱姜蒜呢把它炒香炒透 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三种油的话 直接加这个色拉油也可以 再加入呢少许的花椒八角呢和这个干辣椒 加入这三样呢也是这个去腥增香的 炒出香味之后呢 把焯好水的甲鱼呢倒在锅中继续的翻炒 把锅中的甲鱼呢把它炒香炒透 甲鱼呢一定要放在锅中煸炒一下 不要直接加水烧 下面开始调味 放入适量的蚝油 加入这个冬谷一瓶鲜酱油 也可以呢用生抽 继续的翻炒 炒出这个酱油的香味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往锅中加入适量的水了 这个水呢稍微的慢过这个甲鱼就可以了 先开大火呢把锅里的汤汁烧开烧浓 接下来开始继续的调味 放入鸡精味精少许提鲜 白糖呢放入少许 最后呢再加入一丢丢香醋 加入这个醋呢也可以起到这个去腥增香的作用 再往锅中呢放入一个青辣椒 放入青椒呢可以增加这个清香味 找一个锅盖呢盖住 开这个中小火呢烧制的时间呢十二三分钟 时间到呢打开这个锅盖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汤汁颜色非常的好看 这就是加入这个三种油 猪油豆油菜籽油的原因 颜色呢不仅好看 而且呢汤汁非常的浓稠 甲鱼烧好之后呢 把甲鱼捞出放入盆中 等一下呢要把这个甲鱼的骨头去掉 这个呢是红烧甲鱼的汤汁 这个汤汁一定不要丢掉 这个非常的重要 用锡肉肠呢过滤掉里边的料渣 下面开始去骨拆肉 要把这个甲鱼的肉里边的骨头呢 全部的去除干净 这样子呢我们在吃炒饭的时候呢 才不会有骨头垫牙 把甲鱼肉上面没有去除干净的防油呢 把它全部的去除掉 甲鱼烧熟之后呢 去骨呢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说呢大家在做这一步的时候呢 一定要耐心 再用剪刀呢把甲鱼的裙面呢 把它剪下来 这是裙面 裙面 甲鱼最好吃的地方 最吃鲜的地方 甲鱼蛋白最有力 是不是只有母粒才有力 嗯 我摸都用 大家看呢这只甲鱼呢 我们就拆好了 下面开始准备炒甲鱼的谱料 这个是大米炸过之后的脆米 再准备少许的洋葱末 芹菜粒和红椒粒 做这个甲鱼炒饭用的米饭呢 我们最好全用这个泰国香米 这种米呢炒出来是一粒一粒的 好吃 下一步呢 把这个烧甲鱼的圆汤倒在锅里 再把拆好的甲鱼肉呢 放在锅里一起收汁 这一步呢也很重要 一定要把这个汤汁呢 收得非常的浓稠 把甲鱼壳呢 捞出呢 单独放 再把锅里的汤汁呢 再收汁一下 留少许即可 下面呢开始同样的 先把锅润一下 锅润好油之后 把油倒出 把刚刚准备好的洋葱芹菜和红椒粒呢 倒入锅中一起煸炒 煸炒出香味之后 再把准备好的米饭呢 把它放入锅中 把米饭呢 抓得散一些 这样子我们在炒的时候呢 很容易 把锅里的米饭呢 把它炒热 炒均匀 炒成一粒粒的 接下来开始给米饭调少许的底味 放入少许的盐 再放入适量的老抽进行调色 老抽放进去之后呢 一定要把这个米饭炒均匀 让这个颜色呢 全部的均匀的 裹在这个米饭上面 把结成块的米饭团呢 用勺子把它全部的炒散 颜色呢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一定要炒得够均匀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收好汁的这个甲鱼呢 倒入锅中呢 继续的欢炒 这个甲鱼的汤汁呢 一定要收得非常的浓稠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要不然炒出来的米饭呢 非常的湿 最后呢 我们开始开大火猛炒 一定要把这个米饭呢 炒热炒烫 炒出锅气 再把它准备好的脆米呢 把它倒入锅中 这个脆米呢 吃在嘴里呢 又香又脆 可以增加这个米饭的口感 最后呢 再翻炒两下 即可出锅 这道甲鱼炒饭呢 非常有特色 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道炒饭 最后呢 再把这个甲鱼壳呢 把它盖在这个米饭上面 那么这道甲鱼炒饭呢 就终于完成了 它的制作工序呢 稍微多一些 费的时间呢 稍微长一些 但是它做它的味道 绝对的哇塞 最后希望 看到我视频的朋友呢 能够给我点个赞 加个关注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本期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呢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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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